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田京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到了崭新的六月 台股的六月天 有没有让你觉得 前几天天气真的好好 天气好热 老师还黑了一圈 因为老师去骑马 我本来就很黑 从国小就很黑 这三天的太阳更可怕 对不对 然后重点是老师骑着马去找标马骨 帮大家找到全新六月标马骨 老师的新标马骨 已经掌握在手中了 而且今天已经开始起标了 对不对 游艇骨 标马骨 通通都来 全新的六月份 我内行的 而且老师都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六月要做什么了 对不对 集团做账 来 昨天 这三天 因为天气太热了 真的爆热 对 爆炸热 可是 其实热没错 有风 可是这两天风很大 对有风 因为我也在新竹 有风风很大 因为 你知道台湾夏天吹什么风 你知道吗 夏天吹南风吗 春天的是南风 你看书不认真不 这以前地理都会教 真的吗 不是南风吗 冬天吹什么风 冬天 不知道 东东北下西南 东东北 冬天吹东北季风 夏天吹西南风 昨天新竹的西南风 就跟台风一样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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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很大 那那个盆栽都被吹 但是呢 你知道 在海边 策马奔驰的时候 哇 就很过 御风而行 对 那真的是御风 很 就是一个爽字 真的 哇 那当然我们赚起标马骨的时候 也要御风而行 对 一样也会赚很爽 那既然呢 我说 夏天吹 西南风 台湾夏天吹西南风 记起来 对不对 西南风嘛 是 我说东东北夏西南 对 好来 我们这是变成气象节目了 我们节目很多元好不好 上去天文夏之地理 想爆料也有 想要标谷也有 我本来球棒拿起来 想要比 东北风这样走 西南风这样走 你一砍砍 老师你是被头裤耽误的 气象分析师 我什么事都可以 真的 做什么像什么 来 好看着 西南风 吹来了 六月的西南风 嗯 要吹什么 吹 答案在这儿 六月的西南风 要吹什么 集团作帐 来 集团作帐 其实老师已经提醒大家一个月了 老师轻一点 这个周末 重磅出几 这周末 其实我现在 廉价我都懒得出门 为什么 除了骑马之外就待在家了 我没有骑马之前 我都会到 爬山 山顶上去 老师去爬山 因为 你知道在新竹有没有 尖石吗 尖石太低了 蛤 要就到雪坝去 哇 尖石 对 因为你要到海拔2000以上的 有没有 才会有那种参天高速 那种云雾缭绕 对对对 参天的树木 我看天气才会凉 也是 所以我宁可呢 开一个半小时 两小时 到高山 对 你要海拔高的 然后树木参天的 对不对 那走到里面 太阳都只是怎么样 只是一点那个光 从树林当中透进来 对 透进来这样子而已 有没有 在里面就很凉爽 因为你知道在雪坝上面 大概20度左右而已 那很舒服 很舒服 很凉爽 对山底下三十几度 对 像我们以前 对不对 热的时候要去避暑 避暑也要到山上去 不要到没树的地方 好像我们就要到海边 要吹海风 陷海风 陷海风 然后晒太阳 那这三天 我有跟各位讲 廉价期间 是 限量领取 对 没错 那既然讲廉价期间 所以我都能告诉你说 六月要跟我做什么 集团坐葬 对不对 其实今天台面上 几个集团坐葬都不错 其实从五月下旬就开始动起来 对 而且我之前有亮过的牌 都是集团股 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对不对 都是集团股 我说来 绝密集团坐葬名单 你们不要以为 每次讲集团坐葬 你就自以为说 不就那几个集团 就华兴集团 重要你会坐再说 好不好 红海集团 来 我说你来要 我就给你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来要 因为是廉价期间 今天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你自己来问 好吗 来 那讲到这个集团坐葬 对不对 上礼拜领先领军的就是 红海集团 红家军 我们呢 在上个月本来 我们要办实战分享会 对 可是因为疫情 然后会考 果然现在疫情烧到南部了 对不对 听说现在南部的确诊是往上飙 北部已经开始稳定了 慢慢 对 趋缓了 好厉害 我们没下去了 上个月 不然怎么样 我们被人家当温神 人家以为是我们带下去的吗 好家在 我们先撇清了 眼明手快 说停办立刻停办 我们延后 延到这个月了 对 延到这个月 我们也是冒着疫情的风险 我们下去南部 我到现在我都 还是没有 我都 很健康 连他都那个了 我在五月初 老师很健康 在旁边有这么近 我们录广播更近 对 同间小小的录音室 几乎是肩并着肩在录了 我记得没事情 对 老师你平常身体保养得很好 起码 上山下海 我只没有说上 大家都山下游锅 对不对 煎煮炒杂都试过了 老师从小就是 就运动健将 我觉得身体真的比较好 你知道要再马上 分时 两个钟头 很累耶 你不是让他慢慢走而已 对 他跑你还要控制得住 要坐得住 那个核心 对不对 那个是练起来 所以你知道 那个核心要有 很酸 对核心要有 然后 体力要有 大腿要夹得够紧 这全身的肌肉 几乎都要动到 对啊 但是你又不能僵硬 你又要放松 你又要放松 跟着他的律动 律动 要去动 可是大腿又要夹紧 核心 要挺住 对要挺住 所以 哇不得了 18 19 两场 记得高雄新竹 现在还有10天的时间 你的6号 7号 8号 对 这10天 我们这分享会里的股票 会飙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日期就定在这边了 是 就跟上个月 我们本来分享会在月底 对 28 29 可是我说我的全雷打 班 飙股全雷打提前 你赶快来 对不对 没错 那5月你 立志赚到 对不对 你的高价股跟我一档一档都赚到 你通通赚到 对 你通通赚得到 那现在 一样 我们的实战分享会在18号 19号 一场在高雄 一场在新竹 是 同样的 我一样要告诉你 布局请趁早 提前赶快 再来一次 好 布局请趁早 这两天 来 我给你看一下这一张 好啦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马丁鼓对不对 对 还在洗 但已经获利中了 对不对 这档马丁鼓 我的清贷 一张都赚2万了 一张赚2万 漂亮 一张赚2万 我还没公开 对 一张赚2万 还没公开到还来得及 马丁鼓对不对 我今天才拿出来吗 当然不是 我们在5月底 有图有真相 对5月底 对不对 来我不是说那一张我一直没有做 还是三台车 我做出来了 现在有 6月 全新的6月给你了好不好 就这5档 上个月 三台跑车 上个月 就三档 一个是威风 有 一个是励志 对不对 来 我说马丁鼓 我还没公开 对 我到现在还没公开 因为我没有 你以为我只想赚2万就好吗 200多块的股票 我只赚2万就好了吗 不只 你信不信200多块的股票 我一张我照样可以赚6万到10万 你光看励志 励志那时候老师 200多块的股票一张赚10万 那就是快50%喔 对不对 如果6万到10万 那就是我的目标价至少是30%到50%喔 我们现在只赚10% 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我们现在只赚10% 为什么我一直不公开 还有空间 你还有机会 这两档我是不是之前公开了 有 威风跟律师对不对 来 重新盖起来 重新盖起来一时是什么 就重新开始 重新选股 全新的新股票 对同意 新标底蓝 那那个 我看到这么多叉我想到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想那么多叉子 你没有去过拉斯维加斯 没有 我没去过 我们下次要组团群 吃饺子老虎啊 喔 拉爸 拉爸吗 拉爸一拉出来就一排777 有没有 Lucky7 然后三排777 哇 奖金很高喔 原来如此 所以好朋友们 斯拉姆逊 OK 你都有机会 英文叫斯拉姆逊 你去过拉斯维加斯的 没去过 我跟你讲 但你在台股也有机会 我想 对啊 我们来拉一下对不对 对在台股也有机会 对 其实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我当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超会玩的 真的喔 对啊 老师你就是美国全美都跑 跑透透 你知道吗 拉斯维加斯就去了五六四 哇 学生其实没什么钱 但是 30年前当学 20多年前当学生没什么钱 我不跟你讲说 旧金山的房租很贵 对 吃的也很贵 对 物价都很高 对 我那时候 老师也靠股票 我记得我就是刚股票 我就是刚出来 退伍做股票 我说我三十几年嘛 我说你要跟一个分析师 没赔过钱的 我不相信 他要能够 要走过 要走过 拜中求胜 对 拜中求我们告诉你 有 我第一年啊 我跟你讲好吗 我做望虹嘛 对不对 那时候 1998年的时候 股票在喷对不对 还做融资 一百多万一个月 一百多万一个礼拜 可以赚四十几万耶 一百多万的资金 因为我大学到当兵 我就存在 存在前后一百多万 你知道吗 一百多万 一个礼拜 做融资可以赚四十几万 很爽 对啊 四成耶 一个礼拜 对 后来遇到亚洲金融风暴 一个瞬间 对 然后呢 我本来到两百多万 后来我又亏 又亏回去 就是快把我的本亏掉了 我就怎么样 收手 我就不做了 我就收手 因为我要出国离书 把本流言丢住 把我出国离书 把我出国离书 就觉得亏了要怎么办呢 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本来出国大学了 对 所以我就一百多万 我就出国了 我在旧金山 可是在旧金山怎么样 我们知道怎么样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是啦 怎么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来 从哪里站起来 我就在美国开始做什么 鸡蛋水饺股 其实我去国外那时候是2000年 所以我有两年时间 准备托福考试 准备GMAT 然后去国外 好 正好遇到网路泡沫 对 2000年 陈水扁当选那时候 对 2000年 全部都是泡沫 对 那三年真的是 辛风雪雨 七风苦雨 真的 因为还03年的SARS 对不对 对 还遇到怎么样 2001年911 对 什么事在那三年都没有遇到 是耶 就在那三年 我说那三年的功夫 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对不对 我在美国做什么 我很喜欢做鸡蛋水饺股 我还大部分做什么 生计股 你看我现在都不做生计 对不对 我现在几乎不太做生计 对不对 20年前老师都在做生计股 我做生计股跟 美国的半导体股 鸡蛋水饺股的半导体股 美国生计多好做 你敢跟他赌 你跟他赌吗 反正我就用 我就用个5万块台币 因为100多万对不对 我要负学费 我就用5万 比如说我就用5万去压一档 美国生计股是 要证一期期过之后 他要证过了一期之后 他会 因为美国没有涨跌幅限制 他要证一过 他可以突然就给你标个 50%一倍 甚至他可以从2、3块钱 2、3天就给你标到90块 90块 他可以从2、3块 算3块好了 2、3天就给你标到4、50块 90块 30倍 所以你不要看5万 5万是30倍 5万标上去的时候 你就1万1万卖 你的5万可以变多少你知道吗 5、3、100 可以变2、3、10万 50万 因为10倍就是50万 对 你只要给他压一段时间 要证公开 反正就跟他赌 为什么 因为要证没过跟过 没过还是打回原点 对 股价也不会动 最糟就这样了 没过 打回原点就这样 过了 你就赚到了 懂了 所以老师的功夫就在那个时候练出来了 这个是美国可以这样做 台湾没有这样做 老师升金百战好不好 好来 我重新取牌 全新开始 三档 这一档 马丁谷早就跟你讲了 对不对 已经上车了 我们回头看 而且已经现在开始在获利ING 持续获利当中 今天有一档股票 所以 马丁谷还没公开对不对 对 持续获利序高中 我说一张我们赚两万了嘛 对不对 来 另外这一档 游艇股 大家都很期待老师的游艇 另外这一档 你自己去换算股价 我大概换算了一下 这应该要 有本事你敢买你就跟我买 但是既然用游艇的对不对 我心头拆了一档 那就比马丁 还要再更飙 还要闷嘛 对不对 还要飙嘛 速度应该更猛 对 海上的 但是这股票不是海上的股票 我给你看 三头斜照嘛 对不对 好 来来来 是不是 是 你看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半导体股是不是 受到废半 对不对 开盘 撒下去对不对 来 接着怎么样 往上 接着怎么样 往上走了 拉上来对不对 对往上走了 我说 有的股票 我就算给你知道 你也没办法做 为什么 下都下了钥匙 你不见得赚得到 我礼拜五 上礼拜四 礼拜五没开盘 放假钱 放假钱 我让清贷的进来布局这一档 先进去 我跟你说 你的清贷 因为我们五月收了一些新的 对不对 没配合过 买下去 比比刀 好 还是一句话 两步移 这一种股票 你不要比比刀 我跌下去 我都还怎么样 我都还想要加码 既然看好的 有挺股 是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这一种股票 喷一根涨停 你就 岂止是一个爽智可言 我看到我没有清贷的 居然一次买了十几张 他真的是内行的 高价股买十几 那一行 可见他的底有多深厚 对啊 我的卉费真的给他算太便宜了 对 底有多深厚 因为他不是刚价面都有 那几只一涨 他不是几十万就 立志啊 对不对 威风啊 艾普你都会赚到 而且我觉得这一档 就像老师 之前立志他曾经也洗过 对不对 买完之后先洗一下 但是当他开始起飙之后 那个力道 你看两根涨停飙出去 对 速度就会很快 好 再来 那再来是哪一个 再来是这一个 这场会你都知道 我说我的股票怎么样 能报不能报 对不对 这段时间 之前买了给你们套了 我就老实嘛 我就跟你讲 有套就有套 对啊 老师人前人后都一样 对不对 实实在在告诉你 有涨停就没涨停 你看前几天小编医给我讲 天天有涨停 我们今天没有股票涨停了 还好我家要给他打叉 要不然就被打脸了 对不对 老师这人就这么实在 低调低调又低调 这一档看到没有 看到了 7.66% 对 其实上礼拜四就动了 今天再动一个 连着两天10%了 对不对 来 会员 4月的时候 4月实战分享会 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 是他成长业加什么 风电 风电 对不对 再生能源分配 来 这档是风电 买了之后小赚 后来遇到 4月下旬到5月初的 那一波利空 国际大利空 对打下来 我们叫你报警处理 是 不要随便换 我都报警对不对 能报不能报的问题 回来了喔 回来了对不对 你现在就知道对不对 对啊 股票不要看利空 随便去乱砍 股价终究会还他公道 对 还是会上来的 我跟你讲 你手上还有的不要乱卖 我没叫你卖也不要乱卖 因为他后面还一堆利多要出来喔 利多一直放 放到不涨的时候 我们再来卖 为什么 主力一定要靠利多 不然他自己买了谁帮他拉 靠利多一直推一直推 他自己买谁帮他拉 也是 他自己买了谁帮他拉 当然要等韭菜帮他拉 对不对 韭菜帮他拉怎么拉 当然是放利多啊 看到了就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利多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慢慢 我们再慢慢带你出 你不要自己乱卖 你自己被洗掉了 那不干我的事喔 我早就跟你讲了 我的抠讯不是天天都有 我每天会有跟你解盘 但是我叫你报牢 你就是报牢 你自己 老师看你的 不怎么长 然后呢 今天一下 涨一下 涨一下 冬简 涨一下冒生农金 今天涨冠冠 对不对 涨一下这个汽车股 你就要去追 我要不要再带你看一下汽车股 对啊 你看五月底的时候 五月的汽车股现在呢 老师其实在五月底的时候 已经帮你一档一档 又再帮你检视过了 你已经看到他们的表现了喔 好 所以不要去追消息题材 两天10%了 对不对 你都知道我在讲哪一档 持续获利ING 这一档 咦 这一档到现在还没公开喔 98啦 对啊 因为老师说要100块 都很会洗对不对 对 100块才要公开 很会洗对不对 是 就快要打诊了 就快要公开了 我觉得搞不好明天就可以到了 那时候大家一直在猜这个 到底他是谁 因为老师有给题材 有给方向嘛 对不对 然后他是歪拜的 大家一直在猜说 那一档是不是 对 八叉他是不是马丁 我说不是 不是 no 也不是游艇 那因为之前我就跟你讲了嘛 我就把他当标马股了 好不好 那一档是标马股 可是老师你说百元的话 百元公开 他后面还有空间再继续吗 对啊 没有 等他公开再说没有 等他公开其实我们已经赚一大段了 我跟你说 这两档全新的 对啦 你都有机会 因为这是上个月的励志 这是上个月的威风店 我们上个月已经赚过 同心布局了 新的六月份 新标地 来 这一档 清代的 我们今天进场了 而且 其实上礼拜就进场了 但是我今天叫你在家嘛 所以我这样讲就知道哪一档 对不对 他即将要站上月线了 这段时间就是月线跟季线 在中间震荡 震荡洗盘 不要被洗出去了 我拜托你好不要 真的不要做那么短 你就跟着老师的讯息 两步一心坚定 好不好 股票没有能 没有涨跌问题 一档股票三百块 如果可以到四百块 那是多少 一百 30% 对啊 你可以赚一百 30% 30%不要 你们都是要赚那个 3% 赚一两万你就觉得很爽了 那可惜了 问题是一档股票 可以让你赚十万 你看他不要了 一张你可以赚十万 为什么你一张只要赚一两万呢 所以为什么马丁股 我到现在只赚两万 我还是叫你报 不叫你随便卖勒 而且老师持续看好 你都还有机会 所以前面这三档 两档全新的 另外那档马丁 你都还有空间 可以来跟上都还来得及 好不好 这档 这档 明天布局 明天布局 待会我节目结束 我赶快来跟老师A一下 好 好 老师 所以我们现在呢 赶快你想要在我们实战分享会之前 先来先赢 先赚先赢 就像上个月一样 老师告诉你 先来你先赚 你电话先拨通 light先留言 这档我们讲一个月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从80就移入 到98 到98了嘛 好来 就快到百元了 就快达正了 80到98 18块 对不对 8 26 20多%了 对 我一直跟你讲 一个月你稳稳的 20%能赚进口袋 嗯 不错了嘛 真的 问题是你想要这边卖 赚了几块卖掉 再去追别之 追准卖 然后弄来忙去 你会发现你都是追高 杀低 追来追去 你本来应该让你赚到20%的钱 你可能只赚到10% 或者你的钱都被政府的交易税抽走了 或者你的钱都拿去给你的营业员 喝一口气 老师已经苦口不心讲很久了 左抗右抗 南乘大气 是 好 你就好好的跟着老师跟进来 一档你可以赚20% 30% 40%你为什么不赚呢 对不对 80到100是20 对 就是25% 对啊 那如果再一次上去呢 是啊 对不对 你看立志不就是这样吗 我跟你讲好几次 你看一直跟你跟 5月11号我这边没遮到 对 你知道我的亲爱会很老师 老师你露馅了 你露馅了 露馅了 好 露馅好 眼尖的人看到了 露馅好 眼尖看到你看到尖在拉了对不对 对 你看到尖在拉了对不对 重点是你敢不敢 对不对 你看到尖在拉了对不对 嗯 没关系啦 你知道就好了 哈哈哈哈 不怕你赚 重点是你要敢赚 你会不会赚 所以再来一次 良情则目而期 嗯 良情则主而是 嗯 对不对 那怎么样 聪明的投资人要找到怎么样 对的分析师 对 专业的分析师 值得信任的分析师 好不好 那你现在就自己来 有功夫有底子的 对啊 那当然 对 对 这是有实力有功力的 这是一张嘴巴 然后呢 好 大家明白 你应该看过很多了 五月的绩效吗 实实在在 欢迎来验证 眼见为凭 对 欢迎来验证 对 是不是 五月的 会员朋友 来 警戒之下来 新闻 我们跟你讲这档股票不要碰 有没有 他真的是跌很深了 对不对 跌深反弹 对跌很深了 不要看到大消息出来才要去追 对啊 嗯 他会六月双成长 问题这是短线 那长线呢 他长线是在走长空的 嗯 对不对 你如果有一两千块可以买一只股 一只股票 嗯 对不对 有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你可以跟着老师 有嘛 对 有嘛 对不对 你如果买得起一两千的 一股的股票 高价股 那除了大力光 你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然 当然有啊 当然 当然有啊 嗯 你觉得他的镜头未来几年 会更成长吗 他还能继续 对啊 现在的 竞争非常的激烈 对岸 所以我就跟你讲 买股票你要选产业 嗯 这家公司的产品 他是不管 景气好景气不好 他是不怕人家竞争 重点他也不怕怎么样 他的毛利随便怎么样 他的价格随便被砍 他的毛利 一直上上下下的 然后或者一直毛利 一直往下走的 我的 我说你来路会 我有送你基本课程 嗯 你一定要从基本工开始练 因为基本工才是可以带着你怎么样 抵挡怎么样 走的长长久久的 抵挡逆风 的这一个 嗯 最好的方法 你的你该有的配备 对 你要先带在身上 五月的时候 我们给你做一个防疫闲 有 太精彩了 的分析 太精彩了 对 我这才叫分析师嘛 是 我把防疫保单 谁卖最多 的公司 的受险公司 抽丝搏剪 我再把 呃 残险公司 我再把那些残险公司 背后的股东 通通一个一个 都给你挖出来 真的 对不对 没有分析师做到这一步的 受险有获利 限百亿保卫战 为什么呢 来 台币急升 股债波动大 急什么 防疫险 理赔影响 好 你手上有金融股的 这一波 除权息钱 股东汇钱有高点 好 能走 早点走 老师提醒你 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说不要 追高的套牢才说要存股 才是要存股 就算要存股 你要存什么 基优股 你要存可以让你早点解套的 不要一套就套 就说要存 一存就 你存个十年都没解套 连股力发回来都没解套 存股的目的不是为了等解套吧 对啊 好 你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观念 就是今天的工商 好 和泰产七月停卖部分伤害险 对不对 和泰他们也有卖防疫险 有啊 防疫保单啊 对啊 防疫保单他们也有做 他说什么 暂停受理非银行保金贷新保单 业界认为是防疫险影响承保能量 防疫险伤到了 对 没有办法再 没有办法再承保 再继续 新的保险了 好 不倒就不错了 要能够撑过这一关 好 再来 这一页都是禅险的 对啊 然后这边 防疫险 禅险 禅险 好 好 小字喔 估每家公司 数十亿起跳 这是现在 现在才跟你讲的吗 老师上个礼拜 我早就算给你听了有没有 对 我是不是早就算给你听了 有 对不对 对 禅险业最快第三季真知 来 我的影片里面 好 古海大丈夫 你订阅进来 YouTube影片 你进来 订阅进来 你去搜寻我的频道 你去看 我的频道里面 我有特别把我那一天怎么解防疫险的 还揭露出来 背后的地雷 有没有 有 我特别请我们导播把它剪出一段 就那一段 你去看 我怎么讲的 就知道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会员手上 正好有母集团的 是 我要跟他走 而且趁他还没有掉下来之前 赶快先 你看 禅险第一季 赚58.3亿同期新高 请注意 这是利多还是利控 利多 第一季对不对 对啊 请问现在几月了 现在已经到六月 第二季底了 对 第一季新高 那第二季呢 第二季呢 会不会亏死 股价反应未来 反应过去 反应未来 股价反应未来 对啊 所以你现在看到股价高高的 好 走 因为他们最惨的时候 是在五六月 因为他们的理赔最惨的时候 是在五六月 疫情爆发这个时候 对 好所以老师先借我一点点的时间 东森的好朋友 后面还有更多新闻的分享 那请你记得先去订阅我们的 古海大丈夫 还有加入我们的 Light群组的一个频道 要报名我们的实战分享会 一样在我们的Light点图报名咯 更多精彩内容 待会继续跟您分享 老师我们继续来咯 我们的节目 每天的节目都有30分钟以上 很多的新闻精彩 所以东森的节目是 28分 所以你要继续看下去 请你 记得订阅 回来我的频道好不好 来我的频道看 完整版 要订阅你才可以看到完整版 精彩内容 精彩内容 是 没错 南电五月营收史上次高 很强喔 ABF宅版对不对 是 还可以做吗 你觉得还可以做吗 已经这么高了 来我们看一下南电 右上角 它有修正回来一段时间 但是 8046 南电 好 就这边 好 来 谁在卖 全部都投信 全部都投信 对不对 ABF宅版 这一波 从前年 从前年 好 前 2020年 对啊 严格来讲不是前年 大前年了 大前年了 我在上一家公司 我就带人家做南电了 对不对 我们在实战分享会拿出来讲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就开始 那时候做了 已经 这张股票我都已经做两年半了 他们已经飙很高了 两年半了 头信买了满手了 他未来怎么样 他只会卖 他只会卖 他已经买两年半 他只会调整持股 懂 因为这种 南电ABF宅版 几乎也都是家家户户 手上都有 手上都有 心心紧缩南电 这种股票 也有可能怎么样 会短暂的泡沫 所以这个上去都是怎么样 给你出 沉重的套牢卖 对不对 怎么话才讲的他 就开始往下 他怎么就一路往下 就开始往下 我们这不是盘 我们 我们现在是一点钟 还在盘中 我们盘中录 但是我们没有公开 不是有人看到我在讲 他一路去杀他 没有 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收盘了 ABF宅版三雄 已经玩完了 我早就告诉你了 所以我在几个月前 我带你布局第四雄 有没有 你们都知道第四雄是谁 对不对 灰雄 黑雄 狗雄 还有什么雄 五尾雄 那一档股票 我带你布局 对不对 不错嘛 真顶啊 他在上个礼拜 宏家军 我说 当中他是最强大 我说 如果是我 我就会去空ABF宅版三雄 然后买进真顶 请看 真顶这一路来 他最近的线形都很漂亮 今天又来到什么 128 120 现在118嘛 对不对 还是涨了嘛 这一档的线形呢 基本上 他都没有 请看一下 今年以来他的走势是这样子 有没有 对不对 对 南电 欣欣 景硕的走势是怎么样 往下 这样 那你现在知道 对不对 我们是往右上角走 它是怎么样 往右下角走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的选股了吧 懂了 你看懂了吧 我说股票 不是涨跌问题 不是涨跌问题吗 是能报不能报嘛 对啊 对不对 你抱得住不就这一段 你给你赚到了吗 对很漂亮 这攻击角度很陡欸 很漂亮欸 是不是 对啊 整个五月行情是这样往下走欸 是 它却怎么样 对啊 在五月份是逆势往上 看到没 对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嘛 什么叫做买右下角 嗯 什么叫买右上角 嗯 嗯 这样你懂了吧 差别在哪 差别在这边啊 懂了 对不对 你买股票你要懂产业啊 嗯嗯 ABF宅板里面 因为真顶也要进来做了 哦 以EPS来讲 它算不错欸 股价又是最低的 那不买它要买谁 嗯 不买三头鞋照 你要买什么 右上角 嗯 股价已经反映未来了 那还买什么啊 嗯 怎么买怎么套美 不对吗 不就这样子吗 是 老师的选股逻辑 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你要真的能够做到 不容易 你要能够赚到 你当然还是直接跟着老师赚了 没有不容易啦 是你们都没有耐心 好好去 研究产业 你们没有耐心去报一档股票 然后接受慢慢变富啦 嗯 我们看一下精彩 咦 对啊 很久没有人讲精彩了 从音乐到现在 是 不是在暴牢牢的吗 对啊 我不跟你讲 我挥拳得打嘛 140那边给你洗了几次之后 就把你洗掉 对不对 今天呢 152 其实 对 它就很像南极探险队 有没有 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往上走 152 看到没 有 152 对不对 年初的时候它才110左右吧 好 它就这样子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 稳稳的慢慢往上走 所以你真的好好的把股票报好来 请你看一下 刚刚的南店投信天天杀 对 你们现在投信天天买咧 外资怎么样 天天买咧 对不对 自营商呢 也几乎天天买啊 对不对 外资投信天天买啊 看到它的未来心 要看重它的未来 感谢抬教 感谢抬教 真的 好 这颗爱心送给外资送给投信 感谢抬教 所以 可是你知道吗 当初 你要对老师两步一心坚定啊 买在那里在洗的时候 你要报得紧啊 当初这谁在砍的 投信 当初这谁在砍的 投信 那现在他们也认错回头了 对不对 投信砍下来的 投信砍下来的 砍下来给我们机会嘛 他砍在最低 现在又一路自己买上去 对 他们在干什么 天天在hello啊 连做股票也在hello 那你要跟这些hello的 你要跟这些hello的基金经理人 在那边最高杀地吗 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 格局很重要 没错 眼光很重要 对不对 跟着蜜蜂找花朵 跟着苍蝇找厕所 跟着苍蝇找厕所 你以为投信经理人都很厉害吗 投信里面经理人就没有苍蝇吗 各行各业都有 投信里面要是没苍蝇 那请问被 被劳保局抓的那些人是在干嘛 不是吗 用政府劳退基金的钱 拿去跟财团挂钩 去炒股票 被抓到 有不恶心 都会有 都会有 拿几家投信我就不讲了 他们砍下来 砍到山头邪照 老师看好这档个股 它的未来产业 所以我们买在 右下角山头邪照的位置 然后报好报警 那他们风来了 我们就持续预风而上 稳稳的给他抱着 股票没有涨跌问题 能抱不能抱的问题 好继续看新闻 高 球 干 头 四雄 盲 扩长 我讲这一个 我不用跟你讲 我只要讲一档股票 明安 来 对 只要讲到高球 就想到明安 因为我们就做那一档 对 一月份就是他 我只要告诉你 我选的股票你就知道了 一月呢 一月整个行情在跌的时候 对不对 一月整个行情在跌的时候 这档明安 我们是拉到90级 我们不是76块买了对不对 我们有做一档 来 从那时候你就知道 我有做这档明安 对不对 来 半年过了 很多股票不是对半砍吗 对 他现在怎么样 还是持续往右上 你那时候如果跟我做这档明安 你到现在还会亏钱吗 你继续抱着他继续往上 很多股票都腰斩了 对半砍了 高价股 我们最近在做高价股 对不对 之前都对半砍 对半砍之后 没人要 我才带你回来做高价 我来低接 同样的 当初的明安也没人要 对啊 也没人要 是 现在勒 哇哦 你看他的整个往上走 往右上角走 现在勒 你跟我买这个股票你会亏到吗 你抱好来 到现在都还是赚钱 你跟我买这个股票你会亏到吗 不会啊 这就是选股 这就是选股 但是呢 但是 但是 为什么会有但是 但是有何难 偏偏我就这么喜欢你 真的吗 我跟你讲 但是 但是 我如果让你买在这边 当时我让你买在这边 跌到这边 动不掉的人 有人动不掉吗 有啊 一定有 我不跟你讲上个月 嗯 四月底有人来参加清代 我就是不想收 嗯 对不对 硬要上 哈哈 哦 嗯 哎呦 老板就要收啊 我就不收啊 对不对 老师有原则 谁比较爱钱 哈哈哈 不爱钱就不会做老板嘛 对不对 哈哈哈 老师不要讲那么直接 又不是良心事 我们又不是公益事业 我讲的是实话啊 是啊是啊 没错 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不是那种什么人来我都收的分析师 好吗 我没那么爱钱 OK 真的 我会赚钱 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觉得我跟你没缘 我没有必要 非要赚你钱不可 是 所以你来参加我会员 嗯 我想收就收 我不想收我就不收 嗯 嗯 来 嗯 刚参加路会 五月初我开始带你做高价股 是 五月初的高价股 没有一档一档标起来 到了五月底才标起来 月中过后 问题是高价股的上下波动 稍微就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像荔枝那时候我们五月初买 其实中间也有波动过 想赚大钱 对啊 330就洗回300 对啊 对啊还有波动过啊 对啊 要撑得住啊 问题是相信我的会员就是报劳报文 撑住了 报劳报文你一档你可以赚10万 对啊 我让你买530你可以赚10万 我让你买500你一档可以赚13万 一张你可以赚13万 这一个人呢 对不对 你只看到这一段 嗯哼 但是你没有看到这一段 我后面的 对 你只看这一段我让你套到 你没有看到这一段我让你大赚 你只看到这一段我让你套个2-3% 你没有看到这一段我让你赚了20% 嗯哼 所以 对不对 退钱啊 我干嘛要赚你钱 我跟你讲赚不到这一段 是你不配啦 你不配赚这一段啊 对不对 我不收你当会员我把钱退给你嘛 对不对 我叫公司把钱退给你 公司还不要 对不对 嗯哼 要有格局啊 你的格局够宽 那你自然才能够赚得够多 好不好 有时候它短暂的喜 短暂的震荡 所以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就用这一档民航为例 请你看一下几个月来 它就是一直往右上角走啊 你只看两三块的人 你赚不到二三十块 对 你只看两三块的人 你看不到后面的风景 你只在意每天短线大国际利空 国际利空 国际利空 国际利多这样忽涨忽跌 在那边洗盘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别人的股票在涨 你的股票没涨的时候 你就想要去摊别人的股票 然后来怪我的股票为什么没有涨 然后你没有办法接受慢慢变富的 你很难成大器啊 我说真的 今天你到哪边你都赚不到钱 因为为什么 有的分析师他也许让你赚到这一段 他同样会让你亏掉这一段 那为什么我可以让你这样子呢 你要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的股票每一档 最后都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是你要不要等的问题而已啊 刚刚的真顶 刚刚的精彩 其实都是这样 你要不要等的问题 我告诉你 很多人想说 对不对 那会等我还找你吗 我每一档我都没有等到 你确定每一档你都等得到吗 不一定喔 这可不一定喔 你没有等到越等越下去的吗 有很多这样的股票 有的股票你可以等 有的股票你不能等 对如果你买在去年的航运的高点 然后你一直在等他 你在等他一直等他 万方有一首歌叫什么 就值得了爱 就值得了等 哪怕你我曾是红尘两分 哪怕你我跟我会骑到了 你再给他等下去 金托柯你不是赚一倍 是啊 他到现在都还有八字 我都不怕给你从此红尘 对不对 分到两分 两分了 为什么 我就跟你讲 我的股票是能报不能报 你给他报下去 就算会骑到 你后面搞不好 还是会有一倍两倍的获利在等着你 真的 你要不要而已 真的 对不对 万方的歌都给你唱给你听了 其实老师这一路唱了很多歌给你听啊 好股票你也需要勇气 勇气把它报好来 报警处理的话 你看到现在都往右上角走了 明安 对不对 有 这是高也不求的 能报不能报吗 一月到现在 来 继续 航运指数期货月底上市 要推期货了 指数对不对 跟我们台股有指数对不对 电子股有电子指数 金融有金融指数 来 航运期 利多还是利空 这应该看起来是好事 看起来是利多嘛 对不对 但实际上老师你怎么解读 大家要听老师怎么看 我的看法好不好 大家要看这个 航运在之前是不是都大涨 对 航运在去年是最旺的时候 是去年七月到底 而且去年的成交量 曾经可以跟电子股 对不对 平起平坐 那个时候 到现在偶尔 成交量都可以跟电子股 平起平坐 40多 对 为什么那时候不推指数 为什么向下推 是 你知道指数有两个方向吗 向上向下 期货嘛 可以做多做空 对啊 多空 多空 那之前大航运的时候 刚好不推 那时候那一波航运大航运的时候 你如果去做多的 对 你是大赚 对啊 那个时候如果有 搞不好一百万 你可以赚一亿了 那个时候如果有指数 期货的话 那个时候很凶 对 那为什么现在才推 你现在大家都要跟着外资对不对 做对不对 看到法人做对不对 跟着台华董事长说 两年内无风险对不对 对 那三年后咧 不知道 那三年后有风险那怎么办 那三年后有风险 然后他又跟你讲说 他们买了满手的这个 阳明啊 长榮啊 他做到看好对不对 他可以不卖啊 那你想说他不卖 他没卖 你就看好对不对 你就 因为你们都喜欢看法人持股嘛 那他可以不要卖啊 可他在怎么样 他在期货指数给你放空啊 所以他股票没出 你以为 你以为 这些大佬持续看多航运 可在期货给你放空啊 所以他的股票没走掉 没关系啊 他从期货赚回来啊 所以现在是另外在帮他开一个门 对 懂了 所以那些大股东 所以那些大股东 你不要以为他一张不卖奇迹自来 我告诉你 他从期货去放空 而且指数 而且占权值最重的就是谁 货柜三雄 对 没错 货柜三雄只要砍下去 那不得了 那期货指数就会跌 对 对 OK 人家从另外一个门 他先给你放空了之后 对不对 先不卖 然后怎么样 等到怎么样 等到这个 开始有利空出来的时候 他再给你一张一张卖的时候 那绷得很快 他的股票没赚没关系 他的期货大转 是 哎呦喂 好朋友们 你绝对想不到这一层 对不对 建成老师的精辟独到见解 所以节目每天要看 记得订阅我们的 郭海大丈夫YouTube频道 好 六月 我们前几天赚了爱卜 系统店长庭 对不对 还有那个 金星科 短短两个交易日 对不对 都赚到了 那现在呢 今天有了 我们没有亮嘛 对不对 暂时不公开 马丁啊 还在继续打钉 好来 你错过系统店 你错过爱卜 你错过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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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下一档六月标股 我们现在还是没公开 这档是马丁股 对不对 还持续抱着 是 来 你都还来得及 田蜜区 这两天 有拉回 礼拜四的肺半大涨 礼拜五的肺半又拉回 所以 其实这两天 又是你的什么 田蜜区 懂了 对不对 田蜜区你要干嘛 当然是要挥棒 会好处 准备挥棒 对不对 准备挥棒 是 六月上旬的股市股价都会很震荡 但是六月十号营收公布完之后 到月底的集团做账 你就不要错过了 真的 所以最好的布局点就是 现在 十号前后 震荡的时候 今天已经是六号了 所以这礼拜 最后机会 这礼拜就是最好的上车机会 明白了 所以想跟着建成老师挥出好球 挥出全力打 把握这个礼拜 你不用等到分享会的时候才去 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标股 你现在就赶快先来先赚 因为马丁股帮你准备好了 游亭股帮你准备好了 标马股也帮你准备好了 想跟着建成老师一起来挥出 甜蜜区的好球 不要错过 电话可以拨通 另外也可以扫入 我们下方三个QR Code 对话框直接来留言 你想要跟着建成老师 一起来赚到全新的标股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文正球 六月挥出全力打 欢迎加入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淘金的行列